遇迟靖德是大唐名将 他曾经是唐朝的敌人 归顺唐朝后又成了唐太宗的忠臣 那么他立了什么功劳 能够进入零严格功臣榜呢 敬请关注大唐英雄传誌 猛将遇迟靖德 遇迟靖德是唐朝历史上著名的将军 武功超群 在战场上含有敌手 早年前他曾经是令唐朝头疼的对手 但后来归顺唐朝 随着唐太宗东征西讨 又立下了赫赫战功 遇迟靖德是一个性情中人 在战场上 他面对敌人的千军万马毫无巨色 展现出大将风度 但下了战场 他也会鞠躬自傲 得意洋洋 他的优点和缺点一样鲜明 那么这样一个人 他为什么会得到唐太宗的器重 他又做了什么 最终成为零严格功臣呢 陕西师范大学于庚者教授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 大唐英雄传誌 猛将遇迟靖德 遇迟靖德这个人 他是一人肖将 今天在这儿讲这个人物 因为您要是阅读史籍阅读的比较多的话 您会有这个感觉 史籍当中的好多人物 就发的润色之后 要么变得圣人一般 高不可攀 要么阴险毒辣 坏到极点 可是 于是靖德 他是这样的一个人 这个人性格是如此的鲜明 以至于 他的优点也好 缺点也好 都无法被掩盖 他是个性情中人 他的喜怒哀乐 跟咱们老百姓 是一样一样的 所以您看他呀 您觉得 没有距离感 从这点上来说 我很喜欢这个人 你看其他人物 有时候您会觉得 哎呦 这个人要么 这么厉害 要么 这人怎么这样 但是你看御时静德 你会产生什么样的感觉呢 看着看着 你会会心的一笑 这哥们 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御时静德的一生啊 有多次的身份的变化 我们下面以时间为续 来看一看 他的这些身份变化 他的第一个身份 唐朝的死敌 御时静德 名字叫做公 御时公 静德是他的字 当然了 后来大家更熟悉的是他这个字 那么他的这个姓氏 告诉了我们 他是一个少数民族 准确的来说 是鲜卑人 少数民族的血统 赋予了御时静德 勇猛善战的这样的一种秉性 刚开始 他是唐朝的死敌 为什么呢 他是唐朝的对立面 刘武周和宋金刚的人 刘武周 是隋末一个军阀 他原本出身富豪 是一个地方官 结果在战乱当中呢 杀死了 这个隋朝的地方官员 然后呢 揭竿而起 有一大批人 被他网罗在他的旗下 而且这个人 勾结突厥 卖国求荣 突厥克汗 还给了他一个称号 叫什么呢 叫做定阳克汗 您听听这个名字 定 平定 阳 哪个阳啊 那当然就是隋朝这个阳了 换句话说 就是希望他能够取代隋王朝 能够能够的皇帝 就这个意思 后来 还有一个军阀 叫宋金刚 来投奔他 宋金刚这个人 很能干 很有谋略 所以刘武周是如同重要的事 宋金刚 麾下 还有一员大将 这员大将 不是别人 就是 玉石公 玉石静德 那么有了突厥的支持 刘武周 自信满满 功成掠地 自立为地 是风光一时 后来 宋金刚 给他出的是 要攻取整个山西地区 那么 玉石静德 就跟着宋金刚 在山西地区 与唐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多次击败过唐军 还有一次 甚至于击败了 这个 唐朝大将 李孝基的军队 俘虏了李孝基 李孝基是唐朝的宗使 而且 一块被俘的 还有好几位重要人物 其中 有一个人物的出现 改变了 玉石静德的一生 谁呢 唐俭 唐俭这个人呢 也是后来名列 林燕阁 二十四功臣之一的人 他这个人 在太原举兵的过程当中 出谋划策 鞠躬至尾 此时 他被俘了 结果我们这位唐俭呢 身在曹营 心在汉 虽然被俘了 但是一刻也没闲着 干什么呢 他要策反敌人的将领 他看上的就是 玉石静德 旧堂书 是这样记载的 唐俭在贼中 睡贼将 玉石静德 请使让还 联合霸兵 也就是说 他策反了 玉石静德 为什么 玉石静德能够被说动 恐怕 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我估计 我估计 是玉石静德 瞧不上 刘武舟和宋金刚 投靠突厥的 这个行径 虽然 那个时候 各路军阀 包括李渊 跟突厥 也都或多或少的 有点关联 但是毫无疑问 刘武舟和宋金刚 是最颤媚的 一组 因此 我估计 玉石静德 看不惯 这也就是 他被唐俭说动的 一个主要的原因 紧跟着 发生了一件大事 什么大事呢 唐俭 在战俘营里 当了回卧底 谍中谍 怎么回事呢 这个 原本啊 唐朝 在 山西境内 有一个地方大员 叫独孤怀恩 独孤怀恩这个家伙 三心二意 他想谋反 投降这个刘武舟 结果正在这个关口呢 宋金刚带着 玉石精英打过来了 而唐军呢 也过 也到他的这个 所管辖的地盘上 去迎击敌军 所以他不好动作 他只好三心二意的 跟着唐军上了战场 结果在战场上 他和唐俭等人一块被俘了 被俘了之后 不知道怎么着 他就找了个机会 逃出战俘营 他越狱跑了 我回忆 这本就是一个阴谋 他很可能已经跟刘武舟串通好了 所以刘武舟悄悄地把他给放了 他虽然跑了 但是他手下有个人叫袁军石 这个家伙跟唐俭一块关在一个房间里 他没跑 这袁军石那嘴超长 他待在牢房里也没事干 嘚不嘚嘚不嘚的 结果呢 他就把这事 他说 我们这个独孤大人准备杀 李渊 准备要谋反 要投降这个刘武舟 他把这事给说出来了 唐俭听了心里着急啊 我的天哪 那个独孤怀恩很受皇帝的信任的 而且他身处第一线 假如他谋反的话 危险了 那怎么办 怎么回去报信 唐俭就想起御师靖德了 唐俭就找御师靖德 跟御师靖德把这事一说 那么唐俭还不能跟御师靖德这样说 说你帮我放了 我回去报信 为什么呢 你想一想啊 唐俭是个大人物 他要是越狱了跑了的话 那这个是个轰动事件 对不对 刘武舟肯定要追查 一追查 一调查 御师靖德 吃不了兜着走 所以唐俭跟御师靖德提出来 这样子 您呢 把我一个手下释放了 他是个小人物 他不引人注目 您把他放了 让他回去报信 行不行 御师靖德呢 同意了 跟着就是非常惊险 非常惊险的一幕 怎么回事呢 唐高祖李渊这时候 正准备到独孤怀恩的地盘上来视察 在黄河岸边 正从马上下来准备上船的时候 唐俭的那位使者骑着马 日夜兼程的赶到了岸边 向皇帝报告了这个阴谋 唐高祖听了之后 一身的冷汗 我的天哪 这是老天救我一命 于是乎 他下令 把独孤怀恩 给我招来 旧堂书是这样记载 乃使招怀恩 怀恩不知事已谢 青州来复 急中流而直直 收其党暗宴 遂诸子 高祖让人 把独孤怀恩 给我叫到黄河这边 独孤怀恩 你们可以想见 他绝对没有想到自己点这么背 就在这个坑截上让人给告了 他此时正在那边 埋伏刀斧手 准备杀皇帝 那么皇帝派人来叫他 那你作为地方大员迎接皇帝 理所当然 你没有理由不去 于是他就到黄河这边来了 结果来了 人就把他摁住 给杀了 还有个说法是逼他自杀的 不管怎么样 这个定时炸弹 算是解除了 换句话说 于是静德 在还没有投降唐朝之前 就已经给唐朝送上了一份大礼 救了皇帝一命 不过耐人寻味的是 于是静德 并没有就此马上投降唐朝 很有意思 为什么他不立即投降唐朝呢 我估计啊 还是心存犹豫 您想一想 当时天下各路豪杰并起 唐朝也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 成败尚不可知 那么 御师静德有点犹豫 我想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最终迫使御师静德投降的 还是唐军的这个军事压力 唐军的主力 后来与刘武州和宋金刚的军队展开了这个决战 当时宋金刚的军队由于后勤不挤不畅 粮食不够吃了 不得不撤军 李世民呢 就在后面紧追 追了几天几夜 其中两天不吃饭 三天不结甲 终于给追上了 追上了之后 宋金刚没办法 摆了个疑似长蛇阵 来迎击唐军 李世民调兵潜将 兵分两路 对敌人展开攻击 刚开始战斗还不顺利 敌军占了上风 宋金刚是全线出击 压迫唐军 李世民健壮 李世民亲自率领精锐骑兵 绕过整个战场 迂回到敌人的背后 然后突然发动进攻 这才使得敌军大败 我们这位刘武州和宋金刚啊 一战败 向北就直奔 草原而去 投降突厥了 于是静德不跟着 他就近找了一座城池 固守起来 结果唐军把这城池给包围起来 包围起来之后 唐太宗派使者进城 劝于是静德 你投降吧 要说 唐俭做的那点思想工作 还真是起到了一个打底的作用 于是静德 很快就同意投降了 他和另一个大将叫寻相一起 率领着几千人 投降了唐朝 于是静德第二个身份 太宗忠臣 于是静德的投降 给他带来了一个崭新的人生新阶段 那就是效力于唐太宗李世民 而且是忠心耿耿死心踏地的效力 要说他为什么对唐太宗这么忠心 恐怕跟他刚投降过来的一番波折有关系 刚投降过来的时候 李世民非常的高兴 为什么呢 于是静德名头非常的响亮 唐军提起御迟静德都害怕 这时候投降过来了 多好啊 如虎添翼 那么李世民就命令 让御迟静德的军营跟自己的军营混杂在一起 而且给御迟静德封关许愿 有人觉得这样做不安全 而李世民是这样回答 他说 习萧王推斥心至人腹中 并能毙命 今委任静德 又何以言 他这里用了个典故 萧王 萧王是谁啊 汉光武帝刘秀 刘秀在没当皇帝之前封号叫做萧王 那么他当年俘虏战俘之后就是这样 推心致富 跟人家做朋友 换取俘虏们死心塌地为自己效力 推心致富这个成语啊 就这么来的 那么 嗯 唐太宗的意思是 我学萧王 我学光武帝刘秀 但是不久 突生变故 发生了一件事情 使得御迟静德差点丧命 怎么回事呢 就是还记得吗 刚才咱们提到了 跟他一块投降过来的 还有一个大将叫寻相 而这位寻相 又叛逃了 跑了 引发了唐军当中的一阵子骚动 唐军当中有人擅作主张 把御迟静德给捆起来了 然后塞到了囚车里边 而且还跑到前 劝说 这人和寻相是一伙的 寻相跑了 谁知道他跑不跑 再加上 现在又被我们捆起来了 肯定心生怨恨 早晚是个祸害 不如把他给杀了算了 李世民对此有自己的看法 他是大不以为然 他是这样回答的 我的看法跟你们不一样 御迟静德何许任务 寻相何许任务 御迟静德要想叛逃的话 那还能在寻相背后 能在他以后吗 所以他命令人释放御迟静德 然后把御迟静德请入大营 给他送上了很多的金银财宝 赔礼道歉 跟他说 这都是手下人不懂事干 现在我不知道您心思怎么想的 如果您还想走的话 那么您可以拿着这笔钱走 这就算作您的路费 也算作咱们同事一场的一个纪念 御迟静德听了之后非常的感动 从此以后死心踏地 为唐太宗效力 所以您就看到了 自古以来人事工作的核心 它就应该是情感工作 只有金钱关系 永远是个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 李世民以及其他中国古代著名的君王 都有一个共同的侧点 那都是情感牌的这个高手 玉迟静德投降后 唐太宗李世民非常器重他 给予他很多礼遇 那么玉迟静德身上有什么优点 他为什么能够得到李世民的器重呢 敬请关注大堂英雄转时 猛将玉迟静德 唐太宗李世民一生征战无数 手下战将如云 玉迟静德投降后 李世民非常重视他 甚至在发生降降逃跑的事件后 李世民对于同样是降降的 玉迟静德还有特别的优待 那么玉迟静德身上 有什么优点 会让李世民对他另眼相看呢 我估计他可能看上了玉迟静德身上的三个优点 第一个优点 武功高强 玉迟静德从小就熟悉安玛 奇数很高 而且善于用朔 一般的将领 有的人有勇无谋 有的人呢 这个谋略能力很强 但是武功差 但是玉迟静德不是这样 玉迟静德是全能型人才 而且玉迟静德还有一首绝活 您知道是什么 叫毕朔 什么叫毕朔呢 大唐传载记载说 玉迟静德这个人非常厉害 玉迟静德性饶宽 而由善毕朔 美军其入阵 敌人刺之终不能中 反夺其朔以刺敌人 意思就是说 玉迟静德在战场上 能够躲避敌人刺过来的朔 朔是一种很长的这个矛 他不但能够躲过去 而且他能够反过身来 把你这个朔给夺走 换句话说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玉迟静德完全可以 赤手空拳的上阵 然后靠没收敌人的装备 搞一群行头 这个后来有个人听说了这事儿 不服齐王李元吉 没错 就是后来玄武门事变当中 李世民那个死对头 齐王李元吉 李元吉这个人 绑大腰元 号称叫利敌食夫 是个大力士 也很有武功 他就不相信玉迟静德有这身本领 于是他主动提出来 咱俩比划比划 比划之前 他特地把那个朔 那个矛头 给他摘下去 结果玉迟静德一看 一乐 白白手 不用不用 您就是把那矛头夹上 我也不怕 结果李元吉连刺了三次 三次 玉迟静德都躲过去了 而且都把朔给他夺走了 从此以后 李元吉就还开始害怕玉迟静德 他害怕玉迟静德到什么地步呢 到已经有了玉迟静德情节了 后来这个情节在玄武门事变当中 那就发挥了巨大作用 刚才提到的叛逃事件 过去之后没几天 玉迟静德的一身武艺 就开始发挥作用 当时唐军已经转战中原 与占据洛阳地区的王世冲 展开了战斗 李世民率领着五百个骑兵 其中包括玉迟静德 在敌前巡视 他们登上了北魏宣武帝的警灵 警灵是当地的一个制高点 他是去瞭望敌情去了 结果他登得高 看敌人方便 敌人看他也方便 人就发现他了 大将善雄信率领着一干人马 火速地就把这个警灵给包围起来 敌雄信原本是瓦刚军李逆的部下 这阵已经投降王世冲了 而且敌雄信是当时天下有名的好汉 武功相当高强 包围了李世民之后 敌雄信单枪笔马 直取李世民 而这个时候 玉石静德开始发挥作用了 敌雄信何等厉害 但是我们这位玉石静德上去 一枪把他四落马下 然后护送着李世民杀出重围 这个时候唐军的主力也赶到了 玉石静德健壮反过身来 带领着唐军对王世冲的军队 展开了一番冲杀 把王世冲的军队给击败 击败了以后 李世民握着玉石静德的手 说了这么一番话 攻入何相报之素语 哎呀 您报答我的这个素语也太快 于是给他赏赐了很多很多的精英采访 从此以后对他是日加信任 大刀传载还记载了李世民 与玉石静德其他合作战斗的故事 比方说 在与斗建德作战的时候 李世民曾经带着玉石静德 到斗建德大营前去挑战 当时李世民是这样说的 寡人持弓箭 弓把长枪 二人相复 虽百万众义无奈 我拿弓 你拿枪咱俩过去 就是百万敌人 也拿咱们无可奈何 他们跑到人家大营前 使劲地呼喊 我就是大唐秦王 有本事下来跟我决斗 敌人没有一个赶下来的 后来 两军摆开阵势的时候 李世民遥望对方的阵营当中 有一个少年 铠甲鲜明 而且骑的那匹马呀 特别漂亮 李世民看见了之后就凯叹说 哟哗 这马真不赖 我们这位御师敬德听到了之后 御师敬德马上自告费用 说什么呢 说我去把这个马呀 给您夺过来 唐太宗一听说 可不敢 他说 我可不能为了一匹马 折损我议员大将 得不偿失 御师敬德不听 策马而出 火速地 跑到了这个少年的面前 一把就把这小子给揪住了 这小子连刀都来不及把 然后连人带马就给薅过来了 过来了之后 一审问才知道 什么人呢 王世冲的侄子 他骑的那匹马 要说李世民眼力真好 那是隋扬帝当年的御马 这一仗 御师敬德又大大的露脸了一回 第二个右点 忠心耿耿 御师敬德这种人呢 没心眼 武将 所以你敬他一尺 他敬你一仗 他对李世民呢 是忠心耿耿 在选我们事变之前 秦王党也好 太子党也好 都互相挖对方的墙角 那么太子党这边 就瞧上了御师敬德了 太子和齐王 派人来见御师敬德 给御师敬德送了 很多的金银财宝 据记载说 装了整整一大马车 而御师敬德 是怎么样回答的呢 我当年尾身敌营 罪捕容赦 是秦王救了我 我现在要为他效力 这个我跟您 又没有任何的功劳 您这样赏赐我 我内心呢 很不安 如果我为了这些 金银财宝 就投奔了您的话 那我就是建立妄议的小人 小人您用着 大概不那么称心吧 把这个太子 噎得说不出话来 后来 御师敬德还把这个事 报告了唐太宗 李世民 夸赞他 说 公之肃心 欲如山岳 鸡金之斗 之功 情不可疑 这个斗啊 可不是一斗粮食 那个斗 它指的是北斗 意思就是说 我知道您很忠心 敌人就是把金子 堆到像北斗星那么高 也不能把您给收买了 那么收买不成 齐王李元吉 想了下三滥的一招 什么一招呢 刺杀 他派了一个刺客 晚上潜入了 御师敬德家 去刺杀 要我说 这脑子也进水了 谁能打得过 御师敬德啊 结果这个刺客 刚跳进去 御师敬德听到动静 御师敬德命令人 把门窗全部都打开 然后 自己躺在那 憨声如雷 那个刺客 不敢进前去 好家伙 一进去连人戴匕首 全没收 第三个优点 待人宽厚 御师敬德这个人 虽然名气很大 官很高 但是这个人 待人很宽厚 当然我这里顺便说一下 他这个宽厚啊 也是有条件的 他对地位不如他的人 很宽厚 他对地位跟他相当的人 他不宽厚 这也算人性的弱点吧 咱们先来看看 他怎么个宽厚法 首先 这个人 很轻于财货 把钱看得很淡 皇帝赏赐了 他很多的金银财宝 他往往随手就把这些金银财宝赏赐给部下的士兵 你想 这些部下能不拥戴他吗 第二一个 选文盆事变以后 李世民对太子和齐王痛下杀手 当时太子和齐王的后四都被他杀光了 受牵累的还有一百多家 也要满门抄战 就是玉石静德站出来 为他们说话 李世民听从了他的劝告 设减了这一百多家人 玉石静德还有个好处 什么呢 遭康之妻不下堂 曾经有一次 李世民 想把自己的一个女儿 许给玉石静德 他对玉石静德说 朕将嫁女与亲 乘一捧 我有个女儿嫁给你 你高兴不高兴 玉石静德 是这样的 臣妇虽笔漏 依不失夫妻情 臣美文说古人语 妇不亦妻人也 臣妾慕之 怨庭圣恩 然后痛痛请辞 意思是说 妇不亦妻 这是古人所说的人意 我想做一个人意的人 当驸马多好的事 但是人家 玉石静德 主意很正 顾念夫妻之情 这是相当难得的 对于唐太宗来说 玄武门之变 是他人生中的一次重大事件 那么在这次重大事件中 玉石静德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敬请关注大唐英雄传誌 猛将玉石静德 玉石静德是一员猛将 为唐朝立下了色和战功 但他最终能够名列零严格功臣榜 还是因为在玄武门之变中所起到的作用 作为李世民集团中的重要一员 玉石静德在玄武门之变中究竟做了什么呢 在玄武门事变当中 玉石静德算得上是核心人物 他在这场事变当中 一共起到了三个作用 第一个作用 促决策 当时双方是矛盾一触即发 都很紧张 互相都在做手脚 太子和齐王这边 要把玉石静德等人 调到自己的麾下 借口要抵御突厥 把秦王府的猛将都调到齐王的麾下 然后找个机会 要把这些猛将全部都给杀了 这个消息传到秦王府之后 秦王府大为紧张 这也是促成了玄武门事变的直接原因之一 当时玉石静德和长孙无忌等人的 就是必须要先下手为强 但是唐太宗本人 李世民本人很彷徨 犹豫不决 所以在长孙无忌之后 玉石静德也跟着去劝告他 大家现在都豁出命来 跟着您干大事 天意就是如此 你如果违背天意的话 你自己要给自己招来杀身 之祸 而且他还警告唐太宗 警告李世民 你要是不下手的话 我可不能在这等死 我可要跑 而且他还说了句戳心窝子的话 那跟着我跑的可不止一个人 谁啊 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跟我一块跑 可是唐太宗还是下不了这个决心 于是乎他又给他吃一个定心丸 告诉他咱们有人 你不要怕 咱们在外面有勇士八百 这句话无意当中泄露了一个大秘密 为什么呢 我们今天看到的有关玄武门事变的史料 都是唐太宗当了皇帝以后修改过的史料 在这些史料当中 给太子建成和齐王李元吉罗列了一大堆的罪名 其中有一条就是太子和齐王思绪武装 叫做长林军 这是十恶不赦的大罪 问题就在这儿 他们篡改史书的时候 远时静德还没死 那么等到远时静德死了之后呢 史官再给他写这个传记的时候 不慎就把这句话给加进去了 说在外有勇士八百 这下我们告诉了一个什么秘密呢 就是说你们也不是省油的灯啊 你们也不是善茬啊 那边搞长林军 你们这边也有勇士八百吗 第二跑外秦 太子和齐王耍阴谋诡计 他们认为皇玄陵和杜如慧 是秦王府最重要的两个谋臣 所以窜着老皇帝 把这两个人给赶出京城了 而且下命令 没有皇命不得返回 那么等到事变之前 李世民急需这两个人出谋划策 于是他派长孙无忌和御时静德 去把这两个人给招回来 长孙无忌负责动嘴 御时静德负责动手 什么意思呢 为了防止这两个人不回来 唐太宗给了御时静德一把刀 意思是如果他们不回来 你干脆就地杀了得了 那么房玄陵和杜如慧 最后乖乖的跟着长孙无忌他们回来了 而且是化妆成道士 悄悄地遣回了秦王府 第三 决战一线 玄武门事变这一天 御时静德始终紧跟着秦王李世民 当时秦王已经买通了 玄武门职守的这个将领 带着几个人全副武装的 埋伏到了玄武门内 一个小树林里头 就等着太子和齐王 太子和齐王这天接到了命令 说这个皇帝找他们开会 于是两个人就来了 毫无戒备 一进门 李世民热马而出 张公大剑 一剑就把自己的哥哥给射死 李世民擅射啊 所以射得非常准 李元吉一看情况不妙 李元吉策马就向东方逃跑 他往树林里跑 李世民在后面是紧追不舍 就在这时候出意外了 什么意外呢 李世民被树枝给刮了一下 从马上给掉下来了 掉下来了之后 李元吉回头一看机会来了 李元吉也跳下马来 冲过来 要夺李世民手中的弓 而且想勒死这个李世民 大家要知道李元吉 劲儿很大的 李世民打不过他 情况非常的危急 就在这个时候 玉世静德来了 一声大吼 还记得吗 李元吉怕玉世静德 有玉世静德情节 抬头一看 我的那个娘呀 恶魔来了 所以李元吉撒黑就跑 玉世静德在后面追上去 一刀把他给杀了 就在这个时候 太子党那边的人 听说消息了 那常立军呢 就出动了 兵力多达两千人 赶到了玄武门 与秦王党的人 在门里门外展开了一场激战 刚开始 秦王党这边人少 支撑不住 这个玉世静德一刀 把这个太子建成的脑袋给砍下来 然后走到了城楼上 向城楼底下出示 说你们看 这是谁 太子党的人一看 太子已死 于是一哄而散 那么紧跟着 玉世静德 全副武装 浑身是血 跟李世民一块来见老皇帝李渊 李渊这时候压根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光听着外面吵闹 什么事啊 结果一看玉世静德这模样 吓了一跳 哟 这谁啊 今天是谁在作乱呢 你来这干嘛呀 玉世静德是这样回答的 太子和秦王作乱 秦王诛杀了他们 恐怕惊动您 派我来守卫 来担任您的警卫 这时候李世民也赶来了 抱住这个老皇帝就嚎啕大哭啊 这是高度紧张之下的一种情感的宣泄 周围的人赶紧就拍李世民的马屁 劝这个老皇帝 你以这个秦王为太子啊 我们这位老皇帝也回答说 嗯 不错 善之肃心也 这是我的肃愿啊 怎么这么快就答应了那废话呢 玉世静德哪站 所以说玉世静德在玄武门世变当中作用 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 叫做逆锤定音 在整个世变具体执行环节 他算得上是首席功臣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 房玄陵是唐太宗最倚重的大臣 谋略过人 但他一生行事小心谨慎 那么这样一个人又是如何成为唐太宗 亲定的林阎阁功臣呢 进行握住大臣英雄断志 谨慎的房玄陵 谋略过人 玉世静德勇猛绝伦 在玄武门之变中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唐太宗对玉世静德也是恩宠有加 玉世静德可以说是达到了人生的辉煌顶点 但没过多久 在一次宴会上 他因为一件不得体的事情 惹得唐太宗勃然大怒 那么玉世静德究竟做了什么 会让唐太宗抑制不住自己的怒火呢 玉世静德第三个身份 与世无争和气翁 玉世静德这人是个性情中人 巨大的荣誉 也会使他迷失方向 结果果不起然 过了不多久 他就犯了错误 什么错误呢 鞠躬自傲 他看哪 什么人他都看不过眼 他觉得谁都不如他 你想我是什么人 谁杀的李元吉 谁救的皇帝 那不是我吗 所以他看那些文臣 他就看不过眼 都是些摇笔杆子的 所以在朝堂当中 他经常跟长孙吴继啊 房玄龄啊 杜如慧啊 吵架 而且是没事找事 为反对而反对 最后把太宗给惹毛了 太宗啊 很不高兴 把他放了外任 让他到外地去当都督 过了不多久呢 又任命他当同州刺使 就这还不算完 有一次皇帝请大家吃饭 玉池敬德也在座 有人坐刺排在了玉池敬德之上 玉池敬德就大骂人家 你什么东西 啊 你有什么功劳 你怎么敢坐在我前头 他身后有一个唐朝宗使 江夏王李道宗 劝他 说你不要这样 对吧 这个江夏王李道宗啊 是当时唐朝的一员名将 也是很有名的人物 我们玉池敬德怎么对待他呢 玉池敬德非但不听他劝 而且反过身来 蹦就一拳 正好打在李道宗的眼睛上 那只眼睛差点就报废了 你想一想 李道宗何许人物 你竟然敢在皇帝面前殴打他 所以李世民气得不得了 把酒杯这么一蹲 然后说了一番很重的话 他说 这懒汉史 见高祖功臣获权者少 异常有止 我看汉史 我总是遗憾 当年汉高祖流芳为啥要杀功臣 所以我当了皇帝之后 我总想保全你们这些功臣的信念 但是今天这事让我领悟到一个道理 杀功臣 也不光是刘邦个人的原因吧 那意思就是说 功臣鞠躬自傲恐怕也是一个原因吧 你可不要逼着我下手啊 这话说的非常的重 这番话彻底的触动了于智靖德 从此以后 于智靖德就换了一个人一半 他变得与世无争了 他从此闭门不出 不与人交往 为了就是避祸 贞观十七年 还以年老为名 向皇帝请求辞职 但是皇帝并没有忘记他 贞观十七年这一年 不是徒刑林烟阁吗 把他也列为林烟阁功臣 把他的画像挂上去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 庞太宗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老部下 因为说实话 你说御师靖德是坏人吗 肯定不是 他就是个性情中的直筒子 对不对 脾气发完了也就完了 这人呢 没什么坏心眼 是值得放心的 到了贞观十九年 唐太宗要御驾亲征辽东 御师靖德还劝他 说您不要去 恐怕国内空虚会有变 唐太宗呢 没有听他的 而且呢 还让这员老将 跟着自己一块上了前线 不过可惜的是 此时英雄耻目 咱们这位御师靖德呀 已经没有力气去冲锋陷阵了 您知道 在这场战争当中 御师靖德担任的是什么职务吗 您猜一猜 军约队队长 回来以后 御师靖德 终日炼丹服药 闭门不出 旧堂叔说他 长奏青商乐 李自奉养 不与外人交通 到了高宗显庆三年 也就是公元658年 御师靖德去世 享年74岁 一代英雄 就此就写目了 御师靖德的这个人 他就是李世民手中的一把刀 他是个直脾气 有优点有缺点 优点缺点都非常的鲜明 但是这个人有血有肉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一个人物 那么在下一集里头 我们将讲一个很不同的人物 谁呢 房玄龄 房玄龄这个人充满智慧 但是又充满事故 我们来看一看他辉煌的一生 也来体会一下 贞观之志背后的那些故事 谢谢大家